这一天,29位在中国革命、建设、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涌现出来的功勋模范党员被授予七一勋章。 这是一个百年大党对优秀共产党员的至高礼赞。 获得七一勋章的29位党员中,有功不可没的杜江英雄,有改写大山女孩命运的校长妈妈,有年逾百岁的两院院士,有扎根脱贫攻坚一线的第一书籍,有一身训国的魏国戍边英雄。 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,他们的事迹可学,可做,他们的精神可追,可及。 伟大出自平凡,平凡造就伟大。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前行的磅礴力量,正是这万千溪流的汇聚,正是这每个人每一份力的奔涌。 他们共同书写的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故事,中国的故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